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陈宇看到汉潮分裂了就打算袭击中原烙点好处 不料竟遇上白马衣从公孙赞被打得望风而逃 后来公孙赞被袁绍击败 乌环人觉得这次击火终于来了 但这次更惨他们遇到了曹操 很快乌环被曹操打得溃不成军 曹操为了彻底乌环直接远征 最终俘虏了乌环陈宇整首 从此乌环慢慢被其他民族童话消失在历史上 除了乌环人之外 还有匈奴和枪人也虎视眈眈眈经常在西北边境相接 董卓当年还在一时主要就负责抵御枪人的入侵 董卓此后 马腾和韩翠接替了抵抗枪人的重任 尤其是马超勇武过人 枪人被打得服服帖帖 马超在枪人眼中编手的神威天将军 诺南风还有南蛮人 刘备此时南蛮还趁机搞事件 后来诸葛亮山入南蛮之地 把冒阔制得服服帖帖帖 从此忠心向装于蜀汉 这一路也就此平定 至于山越人更加不堪一击 根本不敢跟孙权硬拼 只能采用游击战狼的好处 后来被陆逊击败 又被其他少数民族偷化了 汉朝陈汤曾经有一句话 放我乔汉者虽远必诛 可见汉朝的确是史上第一个强盛朝代 尽管在东汉末年的三国乱世 各个诸侯纷纷割据成亡 可少数民族仍旧逃不了任何好处 身为汉人的我们自然是值得骄傲的